大家好我是小飞 大家一定都知道 奥特剧其实就是通过演员穿上皮套 在1比25左右的特色模型中所拍摄的特色剧 由于模型和皮套的损耗 所以前期比较耗钱 而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 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特效 或者通过特殊的拍摄手法来表现震撼的画面 比如说这种奥特曼从天而降的出场画面 就是前期先做一个仿真的奥特曼模具 特点是他的手会做的比较大 目的是顺应观众的特色视觉效果 然后用摄影机正对着拍摄而成 通过简单的背景特效助理 出场的这一步就实现了 而奥特曼飞行的画面就更加简单了 很多场面都是如上渡一样 通过拍摄奥特曼的半身 然后移动后面的天空白云目步 就达到了飞行的效果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特效软件技术的成熟 现在的新生代奥特曼特曼特效 都是用CG做出来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新生代们在外星球上开打 并且光线丢得一点也不含糊 这就是如今的科幻电影 所经常采用的一种后期技术 叫做绿木抠图 比如说上面这个黑暗扎接 被吊在半空中 后期是会把它整个身子都抠出来 然后想让它在什么地方飞 就让它在什么地方飞 这种手法如今已经运用得十分广泛 当然拍摄方式还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吊威亚以及上图的小绿人 因为穿上笨重皮道的演员 在半空中实在没有多少力气来做动作 所以经常需要他们的帮忙 大家对于奥特曼特色剧 有没有那么一丢丢理解的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短发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